可以光明正大燃放烟花爆竹了 东方预报记者今日走访吉隆坡甲洞一带 有关部长昨晚宣布政府合法化燃放烟花爆竹 让我们来听听商家民众他们怎么说 开心啦 好啦 开心嘛 小孩子又开心 大人又开心 都没一样烟花我们都有做过测试了 所以我们也会教客人怎样去安全使用 当然安全也是第一啦 因为合法化了 真的很开心啦 这样子每一家每一户都会担心 买烟花会不会中刷 买烟花会不会不能放啊 这样子现在能放了过我觉得是ok啦 这样子全部人都不会担心 传统还是去延迟下去 政府改变了过后可以更努力啦 为我们人民争取更多的东西 很好啦 不错啦 可以光明正大这样放嘛 尽量的放 要有准备烟花 要放烟花又不说头头摸摸这样来放 然后又不用担心 有自发担源过来咯 小朋友有玩的烟花嘛 大人有大人玩的烟花 在新年气氛啦 还是也可以玩什么烟花 所以危险性的就不会啦 比较安全性的我们就会去吧 新年啦 卡里拉亚啊 西班牙罗里我也会给孩子玩的 罗组也订了 诀明了 我们进行边并以泊善 rec性给云 一种酒町被刷免跟 这一点是多少百点 찻好 大家可以去看 中国人还是安全的 安全性手术 马上贬你 ır连超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